历史上的今天 1999年8月15日 前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刘连坤 因为出售情报给台湾 而遭到中共处以死刑 1933年在黑龙江出生的刘连坤 从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学院毕业后 一直担任相关工作 直到担任后勤部的军械部长 并且在1991年晋升为少将 但由于自认遭到打压 同时得罪高层 想要以中将的身份退无望 才会动念帮台湾做事 隔年刘连坤在另一名解放军 间谍邵正宗的牵线下 被台湾的国防部给吸收 开始担任间谍的工作 总计到他被捕的七年期间 出卖了许多极有价值的机密情报 给予台湾 包括苏凯战机的驻地 以及部分可供台湾吸引的 更高阶将领的名单 1996年台海飞弹危机时 据信也是因为他提供了可靠的情报 才让当时的总统李登辉 能够安心地对媒体发表空爆弹的言论 刘连坤在1999年遭到中共的逮捕 最后以间谍的罪名被判处死刑 是1949年国民政府迁台以来 第一位同时也是军阶最高 以台湾间谍身份遭逮捕 处死的将官 事实上台湾与中共之间情报事件数不胜数 有好多是我们无法得知的 挑战新闻让我们继续看下去 哇看起来当间谍真的也是个不归路啊 刘连坤这个少将 他在卖情资给我们 感觉是帮我们的 但最后结局是很悲惨啊 对没有错 不管在海峡两岸的哪一边啊 只要你是当间谍的工作 那么你的风险就是万一被捕 那就完蛋了 那大概被判死刑的机会非常的高了 那刘连坤他非常的特殊 为什么呢 因为他同时曾经有七年的时间 在海峡两岸担任少将的职务 也就是说他在中国那边 是少将的军械部的部长 在台湾也给他少将的待遇 一个月接近大概十万块新台币等等 那直接跪在他在海外的 这个秘密账户里面 那么当时为什么会 安排的这么一个官阶这么高 那这么重要的一根针就对了 那也是透过女人 透过不是女色去诱导他 不是啊 是透过一个女性 对不对啊 接近他的属下 属下呢先把他弄上来以后 变成我们这个军情局的一根针了以后呢 进一步由他的属下去策动他 那当时刚好因为刘连坤 为了要能不能升中将的事情 闹得不太愉快 然后也认为说上面的人 对他有意见要整他 在军心等于说我自己升官 在无望的情况之下又被人家整肃的情况下 不爽不满 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呢 才因为这样子搭上了线 当然经过中间经过了很多的考验 也经过了这个双方彼此要见面 不是只有你这个下属 然后回报我们这边的那个秘密 秘密的线人 然后就是我就相信你 也不是这个样子啊 那我必须派中介人去跟他见面 就跟电影设计演的是一样的 真的是很类似啊 就好像中国人拍的电影 也有个老鬼一样 对不对 要派个老鬼到底是谁 大家都在抓老鬼 不知道 那那个情报工作是非常 这个仔细跟缜密的 所以我们这边真的派了一个上校过去 然后呢也经过想尽办法看 有没有国安他们对岸国安局单位的人呢 秘密跟监 然后干嘛的 会不会把我们要一举打破 结果发现没有了以后见面 见面了以后呢就喝茅台 喝茅台喝酒 本来榴莲坤还有点放不开 后来三杯黄汤下渡了以后 讲到自己的前程了 那个时候开始发脾气了 发飙 然后就把一些事情都讲出来 哎呀 那这个 我们这边派去了这个上校就觉得 此人可用 就应该可以了 那为了取信于他 见面你就是2万美金的红包 先给你2万美金的红包 以后你所提供的线索 比较没有情报价值的 40万台币起跳 有价值的百万台币起跳 但是这些不会在中国给你 当然不可能 给你的话一抓到就完蛋了 我全部会到海外的账户秘密给你 万一你情报等于说啊 暴露身份的以后 你可以逃出去 逃出去以后呢 我们可以用假身份假护照假签证 让你溜出来以后都是你的 用这种方式 然后刘连坤 因为他去 他自己本身是将军的身份 再加上说 他长达7年的这个时间里面呢 他又管到军械部 管到很多的 刚刚这个我们有讲到说 有关于中国的苏凯27 他的机场配置图跟导弹 也就是我们说的飞弹 是放在什么地方的仓库 我们都知道 全部都提供给我们 原源不断 那时候发生了一件事情 不是台海飞弹危机吗 对方 老共根据刘连坤第一手传来的 机密的资料本来是很可怕的 中共花了至少200多亿的演习经费 打算越过台湾海峡的中线 所以那真的很紧张 非但是实弹 而且越过台湾海峡中线 趁机要把澎湖的那个无人岛 把站起来变成他的 对 占据澎湖的无人岛 他只要一站了对不对 那不得了的 那国际事件的 本来是打算真的这样干 然后后来呢 你还记不记得 美国派出两个那个航空母舰 对来嘛对不对 然后又扬言说 海峡应该要怎么样怎么样 讲一大堆嘛 后来中国这边也怕把事情闹大 所以后来决定不越过海峡中线 然后飞弹的弹头 从实弹变成亚弹 空炮弹就对了 然后也不再占领澎湖的外岛 第一时间 刘连坤就把这个讯息pass过来 所以那时候 李登辉总统讲了一句话 就是说 不要放心 因为有记者问他说 那飞弹很可怕 这样算是脱口而出 不用担心啦 他是脱口而出而已 因为国安单位报给他的 就是这样嘛 那个只是亚弹空炮弹 没什么 这当然不是说 这句话盯上了刘连坤 不是只有因为这句话盯上了 而是因为这句话坐实了 因为这次的演习 只有十个将领 只有十个将领知道 那个飞弹是空炮弹 那就间接害到他 那就从十个里面 他们采取的方式 我们国安局当时其实也 因为这样子抓过 我们国安局的内奸 因为只有十个嘛 很简单 我要知道是谁很简单 我就跟奸嘛 对不对 然后除了跟奸之外呢 我就故意把不同的情报 给不同的人 然后没多久 对面就传来了什么情报 我就立刻缩小打击面 十个变四个 四个变两个 要抓就很容易啊 两个就抓到就是刘连坤了 所以结果就 因为这样把刘连坤给揪出来 然后把他给枪决 你知道吗 刘连坤的太太 其实啊 早在之前就知道 他秘密从事这些工作 也劝过刘连坤说 因为这样的话很危险 万一发生事情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然后刘连坤是说 头头洗下去了 没得到对吧 顶多必要的时候 给他一个假身份 就带了七小子溜出去 就没想到还来不及 给他们假身份 来不及安排他们逃出中国 就发生事情 最后他枪决的时候 他的妻子竟然拒绝去领回 他的骨灰 当然了除了这些